日前陸骨湘公所县警局陸骨分住所 莱尔赴陸骨农会店 台湾林坚十祖中心总会 南投县林姓中心会等单位 在春节前夕共同发起物资发送活动 希望关怀陸骨湘内的边缘户 让他们感受社会温暖 欢喜迎接春节的到来 今天是社团华人林坚十祖中心总会 还有林姓中心会跟陸骨湘公所 陸骨分住所还有古莱尔赴一起合办的关怀 若是分送物资 主要是分送给我们陸骨湘的边缘户 然后我们这次是请各村村长提供名册 然后呢让村内的较弱势的民众 能够在过年前能够有关怀物资 让他们能够过个好年 能够善尽协会责任回归社会帮助弱势 台湾林坚十祖中心总会理事长林姓正 深感荣幸 也期待能有更多单位级人士 响应活动里面 共同投身公益造福社会 我们本地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关怀社会 尽一分心一分下来社会 质任所以来减轻这些落实资金 可以自立竞争 可以来创造河海 平常的社会 希望做到一个 这边的外团来泡砖音乐 带动我们洛国庄这些 潜心企业 中修企业 潜心民主 可以共同关怀我们洛国庄的 乡亲富乐 兄弟姊妹 大家来共同 来促进 来改善 我们洛国庄的进步 最好 先愿无论方感谢五个单位的爱心 在春节前夕发放物资 关怀弱势的边缘户门 让他们感受温暖过一个好年 今天很高兴 我们在我们六高分 祖少江 寒冬送卵 这五个单位 今天非常的有爱心 直到过年快到了 这些落实 让他们有一个很温暖的 过一个年 所以我们今天 送一些物资来 让这些落实 让他们带回去 真的我们很感谢 这五个单位 非常的爱心 很爱用心 送来这么温暖的物资 医长何胜峰 肯定与会单位人员的爱心 让受住的边缘户 在今年过一个 欢喜温馨的春节 也期待借有活动 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一起来做公益 温暖社会照顾弱势 记者卢依凯 入股采访报道